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要带您来品尝手工果酱的美味 这是客家人范少怡没有添加物 在这样子的理念之下呢 她讲求纯天然 自己挑选无毒果农 从源头把关起 这个是肉桂苹果酱 这是阿姨做的果酱哦 是无毒的氟梨跟酸鸡酥 谢谢 有点酸酸然后甜甜的 我觉得比四面果酱好吃太多 手工果酱的香浓滋味 吃过的人都说在 这是出自客家人范少怡之手 范少怡利用当季的水果做果酱 每季都有新产品 而今天要做的是凤梨酱 那你的抽感跟刚刚还没有煮之前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用新鲜的凤梨慢慢熬煮 不加一滴水 让果酱又香又浓 会加的只有天然防腐剂冰糖 他强调绝对不用化学添加物 基本上我们的果酱只有水果跟糖 那它的粘稠感是来自水果自己本身的 那我们不希望用其他化学的添加物 来让它达到粘稠的状态 它已经有一条沟了就表示果酱已经煮好了 它的果酱吃得到果粒 特别的是原本呈现酸甜滋味都会用柠檬 但是它却换上了酸菊 让客家酸菊的应用更为广泛 因为其实酸菊它一直都只有被用在客家酸菊酱 后来我们就是试试看 就用它来取代柠檬汁 发现其实风味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反而更好 其实我最希望的是 就是由这样子的行为来带动酸菊的产业 纯手工也纯天然的果酱 吃过得赞不绝口 因为范少仪从源头开始管控 到处寻找好食材 从那种饭的时候 我们在因为条红 很丰盛的严年 这样就没一条真好鞋 坚持用在地水果 只跟无独的农家合作 他说这样才能够成就一瓶完美的果酱 如果说我们帮他找了一个出路 他们一样可以用这些 不是这么美观的东西去换 他们该应得的金钱的话 我想可以让他们比较安慰吧 他把部分的收益回馈农民 因为他希望有更多的人 投入无独农业 让纯天然的理念发酵 消费者不用再吃的胆战心惊 无果胶的浓稠间 偶尔凤梨果粒的咬劲 是令人会心的惊喜 甜甜冰糖防腐 客家三菊体味 食安的乌云下 无添加的心意 有最纯净的感动时刻